欢迎你去锁定 周六晚间11点的东森新闻 我是陈玉涵 新闻一开始 我们依旧继续来关心 这名右党主席柯文哲 在金华城案当中 遭列贪污图利罪被告 而且遭到深压 北检最新的新闻稿 还指出这柯文哲 跟彭正生两个人 除了涉嫌这贪污图利罪 还涉嫌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贿罪 目前您看到 在北检的场内跟场外 我们都有部署人力 那我们现在马上把现场 交给在场外的洪泽磊 带我们掌握最新状况 泽磊请说 好 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东森新闻团队 持续守在北检的现场 那外场最新状况呢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现在接近11点钟 其实在民众党知识场 还是没有散去的 大家都在齐声呐喊 就是柯文哲今天必须要放 否则小草们就不会离开 不过事实上 在刚刚10点40分左右的时候 刚刚的这个柯文哲的太太 的这个陈沛琪呢 刚刚也来到了现场 那是在吴宣还有陈济寒 屈服以及黄珊珊的 陪同之下来到现场 那他在现场他也提到了 他说他坚信先生的清白 而讲到关键字的时候 事实上呢 他也速度的哽咽 那我们从现场观察 也发现到了 包含了像是黄珊珊 还有陈济寒两个人呢 也不断适类 看起来呢也是呢 听到相当的心酸 好 不过呢 大家问到的就是 在周刊提到 陈妹其存百万现金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完全没有回应的 好 不过针对今天群众 今天来这边立庭 其实刚刚稍早 台北市议员陈浩宸 有进行说明 我们一起来听 要必须诚心的说 前天的记者会 民众党才五岁 但是犯下了一些 在道德瑕疵上面的错误 造成支持者 我们必须这么辛苦 不是选举年 还必须在台湾的法院门口 来跟声援自己的党主席 其实身为党公子 你会觉得为他们感到 很委屈跟不舍 那第二个更加难过的是 台湾的司法跟检调单位 可以成为一个攻击抑击的工具 可以成为党同法医的机器 到如此的离谱的地步 这是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那我想这次的柯文哲 从他在家里具体到现在 我们站在此时此刻 已经超过了38小时的马拉松市 对待一个人 从连政署的配合调查 到进到检调的搜索 以及到现在的积压 你可以看得出来 检调这样子 马拉松市跟行刑市的方式 对待一个台湾第三势力的党主席 我想这件事情 不管是在国际媒体 现在已经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以及国内所有的朋友 也都在看执政党 大家都很揣测 执政党除了在党内肃杀以外 会在党外要清理敌人 这个铲除疫情 会做到如此离谱的地步 所以其实今天会是台湾司法上 以及台湾绿色执政十年 将近要十年以来 这个司法可能最黑暗的一天 因为它让人看到原来 这个赖政府上台以后 可以将检调机关放在手上 可以操作成如此离谱的地步 那当然我们看到现场 其实刚刚在现场的时候 主办他们也提到了 就是今天小草们 他们因为预计 今天整个家庭的部分 可能会到明天才有结果 也因此他们现在 其实在现场也打地铺了 就预计今天这个晚上 就会来到现场 大家就彻夜 一起来为柯文哲集系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关于周刊相关的这个指控 等等的 其实在刚刚收藏 陈平奇到场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做出回应 那这也是目前我们在北京 掌握到了今天消息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你